我不是那种动不动就要大家给我红心给我点赞的博主 在我认为我要分享的这一段视频很有价值 甚至是商业价值的时候 我也愿意和大家免费分享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当我免费分享 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做出任何付出 是白吃的午餐 吃在你嘴里也不会感觉珍贵 基于这个原因 但我认为我的分享特别有价值的时候 才要求一定的点赞数量 点赞数量的要求如果定的太低 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根据信息的价值而定点赞数量的话 比方这一条 我定了50个点赞 想得到这段讯息的人 由于是我这个小众视频中的更少数 怎么努力也达不到这个要求 我的这个条件反而成了对那些想收获我信息的人 的一种惩罚 这是我发现的问题 然后我就思考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奖励想和我互动的人 而不是惩罚他们 经过大量的搜寻和反复思考 经历了一个一个方案都被我推翻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是我微信的二维码 不要先急着烧码 因为我不会随便添加朋友 如果你想和我互动 除了点赞之外 在我发的这些视频下方 请给五条有价值的评论 包括批评 我说的有价值是有实际意义的 不只是好 我喜欢这些空洞的词语 好在什么地方 喜欢在什么地方 不好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东西想和我讨论的 这些叫做有价值的评论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评论了我的视频 你也思考了你的问题和评论 这样也能提升你的思考能力 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完成了五条评论之后 你再来加我 并在添加我的时候 说明你的来处和油管名称 每五条有价值的评论 可以换取我 尽我所能解答 甚至解决你的一个问题 这样你没花钱 而这些付出 对你自己的提升 又有极大的帮助 应该是对我这个频道 和那些对我感兴趣的人 创造的一个双赢局面 当你加我的时候 我会要求你 提供你的真实姓名 和一张自己的相片 我想这样的互动 才会更真实和健康 好了 我想这个因点赞而引发的问题 有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是Friend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